看到記者現身關心 這間便當店趕緊拉下鐵門 因為高雄醫學大學 牙醫系的學生 集體訂便當疑似食物中毒 好像看到什麼八十幾個 有快二十幾個長途開的店 有一兩個可能比較嚴重 去醫院打電 衛生局貨報到廠機查 發現廚房垃圾桶未加蓋 從業人員沒有體檢等缺失 復查合格才能重新復工 同時採檢體 釐清哪樣食材 環節遭污染 也查出這間便當店 二十三號中午 公餐四百一十個便當 其中六十個人 包含高一二十九個學生 出現發燒腹瀉嘔吐症狀 二十四二十五號陸續接獲通報 多達四十六人就醫 有七個人住院 一個人在急診帶床 衛生局勒令便當店停業七天 可能當天食材 新鮮買 但我也吃過蠻多次都沒事 這間便當店疑似爆發食物中毒 Google評論也被灌爆 學生訂了鹵小排 鹵雞腿打炮竹 發燒嘔吐 也有人吃烤雞腿便當吐到虛脫 還有公司集體訂便當 十幾個人上吐下瀉 紛紛留下一心負貧 採取同製程可疑食品 及環境檢體共五件 檢驗致病人 並針對除公及就醫民眾 採檢人體檢體十二件 便當店業者表示 該負責不會逃避 目前等衛生局檢驗中 至於現場缺失 若沒改善也不能復業 畢竟便當店開在高一附近 學生病患都是常客 食安問題得徹底釐清 三立新聞 朱瑋達會山搞什麼的 所詞人員